上來報告 我就上來講一下可以這麼多的一些東西 這是鼓勵大家都喝水 然後少用瓶裝水 然後自己帶環保杯 那帶環保杯如果杯自己的水喝完的話怎麼辦 就要找地方裝水 所以做了一個地圖 告訴大家哪裡可以裝水 我們大家現在在這裡嘛 然後它可以定位你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來看看 目前在OpenStreetMap上面 告訴我們 離中演員這邊最近可以裝水 所以如果大家有出去的話 等一下就去把隔壁那台標到OpenStreetMap上面 它就會噢跑出來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標示這台銀水機 可以提供哪一種溫度的水 然後這個計畫是因為我工作的地方的老闆 他希望大家多喝水 而且他告訴我說其實台北市 或者各項認識可以喝水的地方非常多 比如說警察局 你帶來的杯進去裝水喝 所以我們就開始進行一個 把附近的警察局都飄上去 自己喝水的地點的活動 然後當然我們自己的辦公室 也歡迎大家來喝水 我們自己的辦公室也飄上去 好就這樣 欸是五分鐘 五分鐘 五分鐘 五分鐘喔 那我是近一分鐘 好 好 好 因為長者把自己知道 還有一分鐘 長者自己發現 那怎麼滿了 我想說真的自己發現 然後 呃 這些資料的來源都在OpenStreetMap上面 所以歡迎大家去註冊一下賬號 然後我們 呃 那個 等一下 呃 喔 對 我可以直接點這裡 呃 這邊有說明一下這個計畫的 的用意 就是因為 製造的瓶裝 欸 還有四分鐘 所以我可以廣告一下 因為製造瓶裝水 那個玻璃瓶其實很滑 製造的塑膠瓶其實很浪費水 是很浪費水的事情 所以自己準備換把位比較好 然後 那個 那個計畫的網站在這邊 是一個 OSM上面的Hackpad 然後我們 昨天晚上有了一個第一次的 有了第一次的小聚 然後大家提了 就是這樣以後可以做的事情 比如說 Gumi就提議 我們做貼紙 然後 如果有店家運提供飲水機 給大家裝水的話 那是之前值得鼓勵的是 我們就送他一個貼紙 貼在機器上面 作為 或貼在他門口 然後 我就再接著 出搜主意說 那這樣我們要組織大家 使用瓶裝水 我們就把那個貼紙 貼到各超商的門口去 大家要去買瓶裝水的時候 就會看到 就會看到說 原來我可以去各地方裝水 什麼之類的 所以 底下還有一些 很長很長很長的討論 然後 有要拍照還是有什麼之類的 就 歡迎大家有興趣的話 一起加入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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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喝水